民进党当局不断碰瓷示威大会 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自取其辱的碰壁 六年来同样的剧情 同样的造势 同样的挑衅 单据循环六词 重复上演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但都逃不过失败的惨痛结局 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 将于5月22号至28号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尽管会议还没召开 但每年闭上眼的 台湾地区能否出席示威大会 闹剧已然沸沸扬扬 美国总统拜登13号签署相关法案 宣称协助台湾重获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地位 国务卿布林肯18号又发表声明 呼吁台湾应该被允许参加世卫大会 世卫组织法律顾问也证实 已收到13个会员国提出的 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提案 没有在12号最后期限前 收到邀请函而失落的民进党当局 因为有了美国和13个会员国的所谓支持 又开始兴奋起来 然而这些支持真的有用吗 自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 每一年世卫大会召开前夕 民进党当局都会借机炒作挑衅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上一小撮势力 也会搞出一些所谓声援走个过场 六年来同样的剧情 同样的造势 同样的挑衅 单剧循环六次重复上演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这些拙劣的表演和背后险恶的用心 早已让人神丑疲劳 民进党当局不断碰瓷世卫大会 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自取其辱的碰壁 因为同样的闹剧 注定只会有同样失败的结局 众所周知 世界卫生组织是仅限主权国家加入的联合国专门机构 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无权加入 台湾地区参与包括世界卫生大会在内的世卫组织活动 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美国这几年不断借世卫大会炒作涉台问题 并不是真想帮助台湾参加世卫大会 真实意图是搞以台制华 美国是在借世卫大会议题破坏一个中国原则 升高台海紧张局势 给中美关系添乱 更制造中美对抗 民进党当局妄图依靠美国争取到台湾进入世卫大会的入场券 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要知道 美国代表不了国际社会 美国只能代表它自己 世卫组织194个会员国的绝大部分都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民进党当局再怎么进行政治操作 也避免不了失败的惨痛结局 事实上 2009年至2016年 台湾地区曾连续8年受邀 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卫大会 这是在两岸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做出的特殊安排 然而民进党当局上台后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歪曲否定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破坏了两岸协商的政治基础 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亲手将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入场券撕掉了 而没有九二共识这把钥匙 民进党当局永远无法打开通往世卫大会的大门 再次继续